4月9日下午,锤子科技在北京举行了发布会,准时发布了坚果3,现在PCオンライ为你带来第一时间的上手体验。 坚果3拥有炭黑色、酒用色的五种配色,外观看起来都特别骚气,正面拥有一块5.99英吨18比9全面屏,看电影图片视觉效果都挺不错的。 当然坚果3还配备了人脸识别,这个下放到千元机的功能还是挺方便的。 金属装框加上7.16mm超薄机身,我在手上没有各手的感觉。 机身背面没有指纹键的开孔,说得上是漂亮的不像实力拍。 采用双1300万像素彩色加黑白摄像头,拍照和视频都有基本的防抖功能。 而且有PD-AF急速对焦的加成,对焦速度很快,放大样张来看的效果也挺不错的。 当然老龙还为坚果3配备了最方便快捷的自拍方案,只要倒转手机就能马上自拍,可能一开始用会不习惯,但用手了相信你也会离不开这个有趣的小功能。 其他配置方面,坚果3搭载骁龙625处理器,标配4GB内存,支持4G双卡双带全网通,还有QC3.0快充以及4000mAh超巨型电池。 标配版4加32GB为1299元,中配版4加64GB为1599元,特别版4加128GB仅现黑色现红色为1999元,想要入手的可以抓紧时间买买买啦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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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请不吝点赞 打赏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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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打